诸位同修 今天能够在讲堂坐上两个重点 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讲过 在《金刚经》里面也讲过 不是凡人 不是普通人 都是过去僧众 曾经清净供养 无量无边祝福如来 都是善根 福德 无比深厚 你才能欢欢喜喜在这里 坐上两个小时 你也不相信外头马路上 你叫他来坐 看他坐得住走不住 他坐五分钟他就要跑了 他就坐不住了 大致 以自度度他为本 自度度他是以六度为本 六度以般若为本 这个就说明 般若木在整个佛华里面 他所占的地位 他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 说佛 我们听经 首先 要问问自己 我为什么说佛 为什么要来听经 首先 首先 要把我们的目标 方向 打清楚 决定不能够 含糊龙头 这样 才能得到佛华 真正的收入 说佛 有一些人 是为了 生光 发财 平安 长寿 为这些 为这些 学佛呢 得到的利益 太少 太少 实际上 要是为这个目标 不学佛 也能够 得到 学佛了 经上讲 自度 渡 渡它了 什么叫渡 渡是个比喻 想过湖 从这个岸呢 我们坐个小船 渡到那一边 这个渡跟三点水的渡 是一个意思 我们这边这个岸呢 是生死 是轮回 是烦恼 我们要从这个岸 渡到 众佛 沐浮上 永远没有生死 没有轮回 得真正自在快乐的 避难 这个是我们学佛的 目的 换句话说 如果要不把目的定在 聊生死 超越轮回 我们这一身学佛 就一定空过了 那才叫真可惜 这是我们不能 不知道的 不能不清楚的 诸位同修 今天能够在讲堂 坐上两个中天 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讲过 在《金刚经》里面也讲过 不是凡人 不是普通人 都是过去身中 曾经清净供养 无量无边祝福如来 都是善根 福德 无比深厚 你才能 欢欢喜喜在这里 坐上 两个小时 你也不相信 外头马路上坐 你叫他来坐 看他坐得住 坐不住 他坐五分钟 他就要跑了 他就坐不住了 那么我们要问了 这既然无量借来 供养无量无边 住所如来 为什么今天还落到这个地步呢 还当一个苦恼众生呢 这不能不问问自己 那就是 生生世世学佛 都没有下定决心 要疗生死 要出三戒 没下这个决心 那么由此可知 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 无论你修学哪一个宗派 修得再好 要是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都不能算成就 为什么说不能算成就呢 想象我们现在这个状况 就明了了吗 我们无量皆 供养祝福如来 岂不是生生世世在修行吗 修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不能算是有成就 但是要想在一生当中要有成就 一定要求生净土 将为农居师 他自己虽然是一生研究金刚经 讲解金刚经 他是念佛求生净土的 去年 我们佛祈圆满 这边有一位同修 台湾也有两位同修 他们来找我 希望我把金刚经能再讲一遍 我听了之后 我觉得也好 为什么原因呢 我这么多年专讲净土 不想再讲别的净土 都放下 为什么这次又把金刚经提出来 看到许许多多念佛的同修啊 功夫不得力 为什么不得力呢 第一个是看不破 第二是放不下了 所以虽然念佛了 怕不能往生啊 那么又空过了这个身呢 所以想想 看金刚经不错 金刚经呢 讲一遍呢 帮助我们看破 帮助我们放下 真地看破放下了 自然就老实念佛了 所以我们讲金刚经 目的是目的要搞清楚啊 帮助我们看破放下老实念佛 所以要晓得 自度一定要了生死出善戒 换句话说 凡夫啊 我们只当这一生 来生要做护生 决定不做凡夫 这个才叫做自度 自度呢 我们也要帮助别人 自度度它了 一定要修六度 那么本经特别的侧重在六度 六度变成我们日常的生活行为 六度是胡杀性啊 佛法的殊胜处 是就在自己本位上 就在自己 本身的行业之中 就修六度万肯 就修菩萨道了 就成佛了 任何一个行业 都是菩萨性 都是菩萨道 金刚经为我们说出 理论方法 而华严经 末后一瓶 普贤心一瓶 我们一般也称为四色华严 这里面最著名的 善才同子 五十三才 你看五十三尊佛 那五十三个善知识是佛 在金刚经里面称的 祝福如来 那是祝佛 他们所实现的 有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都在本行 没有改行 都在自己平常生活环境之中 他就懂得怎样修六度万肯 怎样修菩萨道 怎样学普新型 一生圆满成就 金刚经讲的理论方法 四色华严是祝福菩萨做榜样 给我们看 把它表演出来 这个金刚堕落跟华严是一不是二 所以理论的方法的要领在这个境上 所以世尊一开端 他不用方光纤锐来发起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表演给我们看 看看祝福菩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要向他学习 这个就是自度度他以六度为本 而六度从不失持戒 任如禅定金金金禅定薄弱 是以薄弱为主 六度以薄弱为主 那么换一句话说 就是佛教导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生活在究竟圆满智慧之中 那就是佛啊 那个就成了菩萨了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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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